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都知道說之前我有出一支影片 是我眼睛去做了smile雷射手術 那現在呢已經經過了將近快兩個月了 所以呢今天我要來回答大家 所有大家想問的問題 好我在網路上呢其實有看到很多人 就說用完啊會味光啊 或者是眼睛會很乾會很不舒服啊 我之前也有聽過 因為我身邊也有人 他們可能不是做smile 他們是做lasic 就是比較低階的雷射 但是基本上呢這個東西高階低階 其實是看你自己的條件啦 因為有些條件你也不能做 譬如說你度數太高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有朋友是做lasic 那他們做完之後十幾年以上了 覺得都沒有什麼大礙沒有什麼問題 那在我那一支影片出來之後 其實我的觀眾 也有人就跑去了諾貝爾 跟我一模一樣的smile手術 那他現在也做完了差不多快兩個禮拜了 所以我感覺也還不錯慢慢的恢復 那我現在先講一下 我一開始做完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看到東西了 當天呢其實做完手術的時候 醫生呢有給我了護目鏡啊 很多眼藥水啊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護目鏡其實我沒有 我自己沒有使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常打遊戲 現在感覺起來還是覺得視力非常好 但是其實做完了隔一天 到後面的兩個禮拜之間 我都一直問醫生或是問Marki說 Marki我的眼睛就是霧霧的 我覺得前面就是有一個水連洞在我前面的感覺 我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就是會覺得霧霧的 然後心裡就覺得說 蛤這樣子是不是 以後都會霧霧的了 我每個禮拜呢其實都有回去諾貝爾檢查 那個院長也對我非常的好 他就是非常視心幫我檢查就是說 啊你這個可能齁有一點點小肝 然後幫你點個咬咬嘴 可是其實我根本不覺得我有肝的感覺 然後在前一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真的每一天起來早上的視力 會比較沒有這麼好 你就會覺得是有一點點閃光霧霧的感覺 就是感覺你的閃光還在的感覺 但是是清楚的 然後一直到越晚 晚上越晚的時候 眼睛就覺得 視力越來越好 你是幫我做成貓頭鷹了 就是視力就越來越好了 我就覺得自己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我從一開始的第一週 我根本就是不畏光 像現在我這邊有一個閃光燈 然後後面還架著一個光圈 現在這個光是整個照向我的眼睛 甚至我上面都有光 我直接往上看 我都不畏光 再來就是有人會說 眼睛會很乾 可是呢 第二個禮拜到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我要一直看電腦嘛 有時候看影片啊 或者是要開直播啊 就會覺得比較疲憊 眼睛比較疲憊 但是你說乾嘛 我也覺得不覺得乾 但是張院長一直說 欸你的眼睛有點乾我幫你點 你看這下面白白的就是乾乾的 他照那個顯微鏡給我看 我自己的眼球 他說白白的就是乾乾的 然後他還幫我做了一個人工淚液 點在這邊 他說這個會讓你眼睛水汪汪 然後可是我一直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其實我覺得不乾 他說沒關係就乖乖的點就對了 Smile對我來說做到第二個禮拜多 就是大家都說可能做了一個禮拜 就會覺得噢視力怎麼樣了 但是我其實一個禮拜還是誤誤的 兩個禮拜還是誤誤的 到第三個禮拜 還是有一點點誤誤的 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拍這個給大家看 我這樣我的眼睛是不是怎麼樣了 結果沒有 現在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半了 我覺得現在我視力非常的好 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除了乾哼未光這個東西 或是後遺症 目前我沒有 那大家已經說 噢可是你五年十年 那五年十年事情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身邊有人做過 他還說沒什麼感覺 可能你自己的體質也是很重要 那現在我們就來回答一下齁 大家問我的問題啦 好有人說呢 有沒有預留度數 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在雷射過程中 他要看你年紀在哪裡 所以他會去做一個調整 我記得我度數是往遠 是在調一點點這樣子 因為醫生就說 阿你想要看更遠嗎 我說好啊好啊好啊 我最好是想要看到隔壁的阿姨洗澡 我現在的視力基本上就是1.0 1.2支都是 然後再來呢 若是能做這個手術嗎 若是基本上要評估之後 然後再來有人問我說 閃光也有用嗎 沒錯 我就是因為有閃光 所以我才挑選的特別的謹慎 因為之前我知道早前好像閃光是不行的吧 現在其實閃光都是可以解決的了 然後有人說阿泰 你這樣的手術花費多少錢呢 基本上在影片就有講 因為你的度數跟我的度數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一樣要去評估好嗎 術後要怎麼保養 聽說不能進光是真的嗎 基本上術後呢 就是醫生所跟你說的剛剛那些保養 就照著去做就對 那我是比較調皮的 欸嘿嘿嘿 所以我沒有完全做到 那我自己就剛剛回答過 所以我不怕光 有人問說 拿出來的角膜可以做留念嗎 我跟你說 這個厲害了 當時我做完之後 我不是就很想哭就很害怕 就想說我想找阿凡 阿凡就是我的攝影師 醫生還在旁邊說 你看 他就拿出我的那個 角膜給我看 你看這個你要留的紀念嗎 我就想說不用了不用了 如果你們要的話 基本上做完手術他們都會留給你做紀念 有人也有說 如果家裡有糖尿病病死的話 適合做這個手術嗎 基本上你也可以去問醫生 如果你只是問醫生 然後讓醫生看調查的話 上次應該也差不多半小時 看人多不多這樣子 不過你也可以說你是阿凡介紹的 哈哈 看他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些就是以上大家有發問的 或是我自己做完蕾蛇的感覺 一個月半後 眼睛的恢復能力 像我差不多在一三個禮拜 我人工淚液基本也都沒有再點了 因為我就覺得沒有乾啊 不乾啊 我現在眼睛就是 還有去做了睫毛這樣子 用睫毛的時候也很舒服 就是我之前戴隱形眼鏡 戴他的眼睛都會過敏 但像我用睫毛的時候發現眼睛 不會過敏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會覺得說 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就可以不用戴隱形眼鏡很開心 我也覺得很開心 但是女生呢 有時候如果想要戴變色片的話 我也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如果你度數太高的話 真的是非常麻煩非常傷眼睛的 那我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特別乾 我這些隱形眼鏡都戴超過12小時以上 我會去選擇做這個是因為我很常得到 西班牙文叫做 英文叫什麼 KON KON K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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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膜炎嗎 就是你眼睛會有很多分泌物在你的眼睛 然後有時候晚上的話就有點會糊糊 然後分泌物會黃黃的那種之類的 有時候就是要拍攝或什麼 我又不能戴眼鏡 所以就覺得很麻煩 那現在就覺得 啊!一生很輕鬆 譬如說去男朋友家都不用戴隱形眼鏡喝了 也不用戴隱形眼鏡 也不用擔心不戴眼鏡 看不到他的臉 就覺得 很開心 所以覺得手術有大成功 好不好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講一次 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可能我恢復期比較快 可能你的恢復期比較慢 有什麼話可以去問醫生好嗎 那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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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